大家好 又一期的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今天欧文带你看的一套房产 是在我们布里斯本数一数二的 非常高尚的一个区了 叫做布林巴 那它是比较沿河的地方 所以说这边好的地产 比较贵的地产都是比较沿河的 它都是有河景的 所以说您想要有自己的私人码头 又能观赏到河景 又有一定的城市风光 因为这边离市中心大概开车 也不过差不多七八分钟 所以您想要有这样的地段的话 那布林巴是一个不二之选 所以我们带你看这套房产的街名 叫做Macono Street 它是95到99 Macono Street 布林巴 它一共是1473平方米 Facing North 就是说它是朝北的 我们这边Facing North 是比较好的一个朝向了 因为这阳光会比较充足 那房子这边林街 有30米宽的街面 这个在那个我们说 水景房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房子要造的气派 它的面水的那一面 如果很宽的话 那你的景物就会比较漂亮 那整个房子的设计的灵感 来源于欧洲的一些设计的一些风格 所以你看的这些小十字路 然后这个比较有欧洲特色的 这种复古的铁网 这种门 这种铁网 OK 还有它外面用的这种 整个Sandard Stone 就这种岩石这种感觉的 都是它都是借欧洲的一些民居的色彩 澳洲主要是欧洲的一些移民了 所以他们把这些建筑元素带过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异国风情的感觉 好了 那随着我们脚步我们进去看一下 刚进入这个小庭院的话 你会觉得这边凉风正正 因为它是南北向的话 它是非常对流的 它后面这个河里面的这种微风吹过来的话 使人在这个布里斯本的春天 感觉到格外的惬意 那这边一个小小的一个庭院 让你觉得整个是春意盎然 那屋主也是花了很多心思 把这个小小的院落 把它弄得非常有非常有气氛 OK 然后这边整个我刚刚说了 它是借用欧洲罗马式的这种 这种十字路 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复古这种感觉 OK 这个门也非常喜欢 三车库 非常宽的三车库 这种浅色的Sandard Stone 搭配成 搭配成这种木头的这种木的这种门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Classic 非常的古典了 OK 我们进去看一下 左手边马上你会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市厅间了 一个正式的会客厅 那他用的这种石木也是非常质量好的石木 是经久不摔的 而且有些石木地板的话 他时间用的越久 越有这种复古的感觉 那屋主是应该是喜欢音乐 而且他用的音响是比较高档的 他整套音响系统全部的都是最顶尖的Ben Olesen 这个一套音响也是价格部分了 而且这个电视机也是Ben Olesen的 Ben Olesen的电视机它是你可以360度调它的方向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套音响 还在努力当中 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这样一套音响跟电视机 OK 整个空间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宽阔 好 那我们到这边的话是房子的一个楼下的一个主体了 这个厅非常显得非常的雍容华贵 它浅色的原木地板 白色的大理石的地面瓷砖 再加上这种比较复古的这种雕花的一格一格的那个天花板 就整个显得这个房子非常有身价 它连续一二三四四个这样的推拉门 能看到整个一片布里斯本河的这样一个河景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宽阔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西方人也有他的家人化 所以他们比较有身价的屋主的话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放一个自己喝一点小酒 然后在这边跟朋友聊聊天 这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小角落 据说这个下面一扇门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你走下去是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你可以藏几千屏的比较特级的比较高级的红酒 都可以藏在这个叫做basement下面 在往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早餐吧了 这不是正式的客厅 但是周边环绕这种绿树啊 然后还有河景城市的繁忙 映入你的眼帘 早餐在这边吃吃喝喝咖啡 吃吃早餐也是非常好的 这边是他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现代的摩登的一个厨房了 屋主用的这些叫做Wolf的这些 Oven也好 它的Cooker Top也好 都是应该是最顶尖的品牌 因为我们市面上比那些Mille啊Bosch 更高一个档次的这些东西 还是在市面上也没有说 我卖的房子当中也没有说 很多人是用这种品牌 比较小众但比较高端 这个冰箱非常的厉害 这个冰箱应该是commercial的 应该就是说餐馆里面 只有餐馆商业用的才会用这种冰箱 非常的大 而且智能效果非常的好 Fraiser在这边 而且整个是跟这套厨房颜色配得非常好 那像这种 这种 Fridge这种冰箱应该都是定制的 OK 住在布林巴只要是你有水井的话就会比较的贵了 这个地段也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像这种有这么宽的这种水井的界面的话 你要利用好每一寸土地 所以屋主造的房子造的比较横过来的 它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living area 每一个小角落都能看到 都能欣赏到这个水井 所以这个后院也是相当舒服 你有自己的私人码头在那边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外面的一个坐在这边 可以看看书啊 享受一下澳洲阳光的这样一个小角落 我们再往那边去看的话是屋主 应该他以前有个玫瑰花园了 这边全部都是那种欧洲式的养花的这种小的garden bed 在这边 有自己的私家泳池 还带自己的私家码头 所以喜欢钓鱼 喜欢玩游艇的朋友们 这套房子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说你如果买水井房的话 它的主要的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它主要的一个卖项 其实不是在林间那一面 其实是在水那一面 你晚上坐着那个citycat 我们这边有一个citycat 就是说这边的一个水上的交通工具 是一个快艇 如果你坐着这个水上的citycat的话 你往这边看灯火辉煌 这个整个感觉是非常壮观的 非常漂亮的 很有那个欧洲式的那种感觉 OK 那我们现在去就去楼上看一下 整个楼上的一个布局 那首先我们上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种转角扶梯 跟石木的转角扶梯 都是造得非常的优雅了 然后整个在它这个地面 全部是一整块的大礼石 OK 来到楼上的话 我们往左手边 这边就是尊贵的主人套房 宽敞明亮的主人套房是房子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想象一下每天你早上醒来就是这样一幅画面的话 那你的人生应该是非常的完美了 然后你看一下那边可以看到波光灵灵的布里斯本河了 河上面星星点点的一些帆船也是一道美景 接下来带你们看的是 我看到房子当中应该是走入石衣柜最大的一套房子了 所以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过去看一下 这边可以放无数套的西装 当中这边这个地方是放放那个珠宝的 放首饰啊项链啊 然后主人套房的 它的卫浴也是非常非常珍贵 用材都是非常漂亮 这都是一整个一片的这种大理石 所以这套卫浴的造价是不菲 这个整体给我感觉有一点像Fasage Hotel那种感觉 你看麦克兰 你看这个整个一面这种花纹的 非常漂亮的卫浴 整个这边 OK 应该是这套房子它是花了血本的 这边的卫浴它都是用的很好的这种天然大理石 一整片的各种各样的花纹 这人造是造不出来的 它全是这种天然的花纹 它自然贴上去的 非常的非常的impressive OK 那这边还有延续的延续的衣橱啦 这边是全部放鞋的 你可以放几十双甚至上板双鞋在这边 好 这边应该就是主人套房跟主人的卫浴 它又是走路式的衣柜 这边应该是它的楼上的一个study了 楼上的一个书房 那书房的话 你在这边办办公的话 也能看到非常漂亮的合景 再往这边来就是说你会有三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带自己的卫浴 其中两个房间是面对合的 所以有合景 非常宽敞的房间 再带自己的走路式衣柜 这边还有一套卫浴 也是高规格的卫浴这边 最舒服的就是 这边你有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景 它还弄了一个小的阳台这边 很高兴地为你介绍了又一套布里斯本 非常优质的合景房了 那这套房子是由我们的公司Place 也就是Place的CEO Sarah Hackett 他独家带领的 他本人是专门做高端房产的 布里斯本最好的地产经济 所以他这套房子会在 今年的9月18号 在我们Place总部来进行一个拍卖 现在还没有定价 所以是拍卖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CEO Sarah Hackett 电话我让Michael写在这边 OK那现在我们要去称还 这个房子钥匙的机会 带您看一下这个布里斯本这边的一条 比较主要的一条商业街了 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咖啡馆 有很多好的餐馆 那我们公司Place有20几年的历史 它也是从布里斯本这个地方 可以慢慢对它发展起来的 所以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旗舰店 Place布里斯吧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到了Oxford Street 就是说那个布里斯巴比较繁忙的一个 很Boutique的这种很精致的一些小街都在这边 澳洲的比较好的区的它特点它不张扬 还没有那种高楼大厦 但是还蛮惬意的 就是说大家的工作生活也是节奏比较慢一点 也是有经常多的时间 礼拜六礼拜天到这边喝喝茶 喝喝咖啡 好马上要到我们的旗舰店了 这个是Place的发源地 它们是从应该是90年代末开始发家的 发展起来的 你看这个大的匹牌 非常的壮观 有没有更多的 没有更多我 没有更多的 没有更多的 但是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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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很尴尬 在哪里 还能让我们的俄领 一切之将 没有更多的 那是 我们的看法